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年仅14岁的纳迪亚·科马内奇 在女子体操比赛中获得个人全能 高低杠和平衡目的三项冠军 在高低杠比赛中 她以完美无缺的动作 征服了在场所有的观众和评委 奇迹般的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 10分 当时蒙特利尔奥运会主办当局 首次用电脑计分 并在比赛前夸耀这是完美的电脑系统 结果科马内奇第一次亮相 就因为电脑没有准备输入满分程序而出现问题 当时的电脑屏幕上打出了1.00 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随后蒙特利尔奥运组就出面解释 是电脑没有满分程序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的观众和运动员更是一片哗然 因为在这之前的体操比赛中 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满分 然后这届奥运会就成了科马内奇的个人表演 她连续拿下7个满分 让世界体育界为之疯狂 人们称她为蒙特利尔仙女 奥里匹克公主 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组织者将开幕式火炬赠予她 他们认为没有她就不会有这届奥运会的辉煌成就 科马内奇很快成为罗马尼亚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地图上在什么地方的国家的代表人物 她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 回国之后更是得到了时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共和国总统 国防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接见 并颁发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 那时候的罗马尼亚逐渐走向封闭 集权统治 政治腐败 民生凋敝 在国际上民生不佳 罗马尼亚急需证明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 和对国内人民宣扬民族自豪感 科马内奇的出现完美的符合了齐奥塞斯库的这种政治需求 在国际体育舞台上 罗马尼亚占到了与美苏并列的第一梯队 科马内奇成为了罗马尼亚的全民偶像 大家好我是Lewis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而作为一个14岁小女孩的她 一方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她在巨大的压力下 继续着她枯燥的训练 她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当时齐奥塞斯库的儿子 尼库齐奥塞斯库已经盯上了她 而她还全然不知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 她的生活将笼罩在国家对她给予的重担 和在这位红色帝王之子的阴影之下 痛苦与泪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 她并不柔弱的内心 也被折磨得千疮百孔 即便在若干年后她辗转逃到美国 依然对这段经历心有余悸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回顾一下 一代体操女皇的传奇经历 和红色帝王齐奥塞斯库的垮台过程 人们总是远距离的去揣测一位独裁者的动机 即便有日记或者自传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也很难真实反映出她全部的心理活动 只有从她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和言行举止的最终结果 才能看出她的人格特质和真实内心 然而人们却会据此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即便在尘埃落定后的今天 怀念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人 依然不在少数 正如凯撒所说 人们喜欢看到她想看到的那一面 从乔奥塞斯库上台之初 到她最后悲惨的下场 人们对她的观感大相径庭 她体察民情深入群众 人们被她爱民如子的形象所折服 确信她必定是能够带领他们 走向康庄坦途的领袖人物 之后的剧本大家应该熟悉 赶走法西斯的独裁者之后 建立了更加独裁的政权 屠龙者变成了恶龙 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 成为苏联体制的复刻版本 集中力量促使经济发展 放任自由导致社会溃败 逻辑如此通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考试不给个满分 怎么都说不过去 但这违背了经济的基本规律 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常识 封闭和单一必然带来溃败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自身腐败 独裁者知道这些吗 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这不重要 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主政者之所以能够升居高位 一定是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智力水平 但实际情况是 无论你是政治学博士 还是接受正统的西式教育 无论你能背诵英文版本的 格底斯堡演说 还是热爱好莱坞电影 权力的诱惑是如此的强大 规则设置和市场调节 是如此的乏味和缓慢 在你死我活的游戏里 当你拿到一种史诗级道具 你会想和别人分享吗 在成王败坑的世界里 当你可以对别人生杀与夺 为什么还要自我约束 还有什么比这种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感觉 更让人神清气爽 还有什么比按照自己的设想 来改造社会 更令人血脉膨胀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时期 复制了斯大林苏联的所有错误 农业集体化导致粮食短缺 重工业的发展 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就业 但远没有人们想象的多 从农业中抽掉走资源 盲目的追加钢铁产量 最后导致百业荒废 乔奥塞斯库上来后 希望与西方搞好关系 通过借贷来拉动生产 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社会主义的低效问题 并不能喊口号解决 到1978年左右 石油产量下降 罗马尼亚不得不进口石油 资源紧张到政府 必须限制罗马尼亚家庭的每间公寓 只能使用一个40瓦的灯泡 在访问了几次朝鲜和中国之后 那里展现出来的景象 给齐奥塞斯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他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专制独裁加个人崇拜 接下来他开始按照独裁者专制手册 逐一执行 封杀言论 秘密警察 反西方加民族主义 反贸易自由化 任人唯亲 他把自己和罗马尼亚历代王公并列 全国到处都是他的画像 学校里要学习齐奥塞斯库思想 书店里都是齐奥塞斯库谈治国理政 他把自己的老婆爱莲娜齐奥塞斯库 任命为副总理 人们一般认为他对后来罗马尼亚的政策执行起到关键作用 堂当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他开成夫妻店 而他的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 这位以赌博和酗酒闻名的顽固子弟 被委以重任 作为齐奥塞斯库的继任者来培养 某天 尼库突然出现在罗马尼亚体操训练场上 他如同后宫选妃一样 对姑娘们以止气势起来 科马内奇的教练贝拉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而他的不慎举动被秘密警察上报 不久科马内奇被转移到了布加勒斯特 明面上的理由是那边新建了一所体操训练基地 而实际上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他与尼库的第一次见面 科马内奇获得奥运会冠军后 并没有享受荣耀给他带来的实际好处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他的生活与旁人无异 而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对他的重视 害怕他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 对他的管控格外严格 他24小时受到监控 在他和他的家人居住的房间 全部都被安装了窃听器 即便出国参加比赛 告密者也无处不在 包括罗马尼亚奥运会代表团的官员 以及随团出国的记者 他与教练贝拉卡洛里的关系非常复杂 一方面他教导他成长为世界冠军 另一方面他严苛的训练方式 对他的身心造成剧烈的创伤 如此大的重担和沉闷的生活方式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曾经喝漂白气自杀 但是没有成功 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剪掉了长发 已经不再是以前杨娃娃那样可人的装扮 更像一个叛逆的小男孩 体重也增加很多 眼神中带着一种愤懑和哀愁 从事这项运动开始 他热爱这份事业 而当他获奖之后 他非常明白体操对他而言 不过是一个负累 是国家获取荣耀的手段 它不过是一件被利用的工具 而且他还必须小心翼翼的行事 好让自己的风头 不要盖过齐奥塞斯库本人 而齐奥塞斯库 并没有如表面那样真正在乎过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虽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他和其他罗马尼亚人一样 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着 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遭受地震的灾害之后 这给齐奥塞斯库一个绝佳的理由 来实现他的创举 建造一个类似东宫一样的建筑 以展现自己的丰功为绩 宫殿的名字颇具讽刺一尾 叫人民宫 这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 他动用了超过20亿美元 来修建这座宫殿 总共建造了7000余个房间 超过3500吨水晶来装饰 直到他去世 这个建筑还没有完成 而这一时期 齐奥塞斯库为了之前欠下的巨额债务 优质的食品都出口换取外汇 而国内的人们 只能可怜巴巴的吃一些配给的残根冷制 饥饿是那个时代罗马尼亚人民的集体记忆 即使作为国家优秀的运动员 科马内奇也只有靠着食品公司朋友的接济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而齐奥塞斯库依旧维持着巨大的开销和奢侈的生活 人们津津乐道他的黄金配饰的浴室 和遍布罗马尼亚各地的行宫 人们对他古怪的收藏癖好和豪华派对如数加征 毕竟作为共产国家领袖 怎么都不能太寒称了 而对人民 独裁者从来不缺乏调教他们的手段 齐奥塞斯库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措施 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无不体现了一个独裁者 为实现乌托邦幻想的匠心独具 为鼓励生育 禁止堕胎 警察会上门对月经妻妇女进行盘问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月经警察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齿轮 妇女的子宫 当然是这台机器良好运作的重要手段 所有的打字机的使用都要得到警察的许可 除了时代类目导致的喜剧效果 当时如果有互联网 网络审查和关键词过滤 应该也是它的对应方案 还有那条叫考步的狗 那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狗 除了享用豪华别墅和私人保姆以外 它还有齐奥塞斯库授予的上校军衔 享受线团级待遇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还能坚持下来 那真是对一个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考验 科马内奇的教练贝拉卡洛里就没有进入考验 前面还在喊齐奥塞斯库同志万岁 后脚着趁着一次巡回演出的机会 叛逃到了美国 这样科马内奇面临的环境更加的险恶了 而这时候尼库齐奥塞斯库成为国家青年团的领导 他让退役后的科马内奇担任了国家体操协会的负责人 并对他展开追求 科马内奇知道他是花花公子 于是拒绝 而他之前的体育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因为这一切都是国家的 他担任体操协会的职位后 生活依然窘迫 尼库威胁他停发工资 于是他只好就范 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他多次受到殴打虐待 尼库甚至撕下了他的指甲 对他而言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终于心灰意冷的科马内奇 在1989年11月27日晚 和一群同胞越过了边境线 逃到了匈牙利 最后去到了美国 一代共产国家荣耀的象征叛逃 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他不会料到 几周后看似固若惊胖的齐奥塞斯库王朝轰然倒塌 1989年 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倒台 齐奥塞斯库不顾国内的不满情绪 继续他的高压政策 同年12月 罗马尼亚西部边境重镇 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 之后延烧到各个城市 17日 罗马尼亚军警在室内开枪 逮捕了一些闹事者 一度将骚乱平息 21日 自信爆棚的齐奥塞斯库 决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举行群众集会 号召大家支持他的镇压 他设想这些温和的羊羔们 一定会支持他的宰杀行动 更何况 安插在群众中的军警 会确保他万无一失 独裁者深知的道理是 在盲从的背后 必定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位独裁者迎来了 他故事结局的经典一刻 当他演讲的时候 扩音器突然中断 人们不顾人群中的秘密警察 开始呼喊 打倒齐奥塞斯库 场面十分难堪 他怎么会想到 那些热爱拥戴他的人民 会反抗他 或者说 他们怎么敢呢 是我坐得过火了一点吗 怎么会呢 他们难道不能体会 我的良苦用心吗 我的共产主义同伴们 坐得更过火 还不活得好好的吗 上天对我不公 还是我道行不够 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 他便赶紧乘坐直升飞机 仓皇出逃了 没能获得军方的支持 接下来当然是强倒众人推 在逃跑的途中 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逮捕 1989年12月25日 圣诞节的这天 他和妻子艾莲娜 被草草审判后 便被处死 一行三人的行刑队执行了枪决 艾莲娜斥责他们是叛徒 但没等他说完 枪响了 独裁者倒在了血泊里 审讯及枪决过程的影片 很快在法国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 至此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府 宣告倒台 罗马尼亚共产党也随之消亡 而科马内奇 在美国经历了一段坎坷后 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同为体育运动员的美国人 巴特·康奈尔 两人目前在奥克拉荷马州 时常回到罗马尼亚参与慈善活动 极权制度类似封建王朝 但是由于没有血统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其统治的暴力和灾难性的后果 往往不输给以往的宫廷政治 人们受到切身的压迫就会反抗 体制之恶会让贪婪的欲望之花繁盛 人们总以为当前的阶段 已经具备了之前社会不具备的 实现乌托邦信念的某种条件 人们总觉得可以打破一些自古以来 颠簸不破的真理 人们总试图与人性对抗 适应某种社会需要的新兴人类 但都是徒劳 一切用美好词汇包装的阴谋轨迹 都会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中显出他本来的面目 一切轻率的举动 都会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无情地修理 那些山呼万岁的人们 则会为他们的愚笨和亲信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所有独裁者的小花样 都会被历史轻蔑地嘲笑 无数绝顶聪明的人都盖莫能白 他拥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可以呢 欢迎订阅留言和点赞 你也可以通过配付打赏 或者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黄标所限 谢谢你们